裡面有個瑪麗皇后學院 那您的博士論文也是 也用金裝盒子裝的嗎 沒有沒有 所以我們要看你的論文也是可以隨時 上那個戒閱 要到他們那個學院戒閱嗎 我想我的論文應該沒有人看 沒有要 其實當時看應該是 我的大老闆還有小老闆會看 還有三個考官會看 真的 那你的論文是打字的還是電腦當年 沒有 我們打字的啊 打字的 對 打字 然後我們都打就是黑白 然後依照彩色圖案的話會另外印 再印 對對對 所以要印那一本 都花好多時間 可是我那時候我在 其實我小老闆對我很好 我小老闆就是他很道地的英國人 從小到大就是一個就是英國的英國人 那時候我要趕著要回來 就是我去口試後要趕著回來工作 然後我在小老闆就說 欸那你就回家 我幫你印 他幫我印了 為什麼 他幫我印好後他幫我 所以真的 如果 然後他請 你可以先回來了 然後就把答案給他 對對對 他說他在家裡幫我印 一定要印 很厚一點 有一些是黑白的 彩色的 彩色的 彩色印刷還要讓他乾啊 喔 因為那個墨水機還要乾 他當年不是雷射噴墨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可能還要再讓他乾 乾完後排序好後 然後他再請他助理幫我拿到外面的名 去裝訂 裝訂的金裝本 然後他再請他助理幫我叫到倫敦大學的office 對 一次就夠了嘛 對不對 你的論文 對對對 就是我們 我們那個倫敦大學那個叫十年house 對 到十年house裡面 然後他就幫我 欸我就回來工作了 然後後來大概一段時間後 那證書就寄到長根葉 哇好棒喔 真的是 我還蠻感謝我的小老闆的 是嗎 那你的論文你自己沒有副本呢 有啊有啊 你還有自己再印一次 對對對 在台灣自己再印 對對對 可是原版原稿你只有一份對不對 現在在大英博物館 欸就是還有Queen Mary啦 Queen Mary喔 哦 對對Queen Mary的 這樣這個很 對對對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 研醫師的著作論文的話 可以上那個學院看對不對 對對對 Queen Mary 我沒有人看 對對對 我們現在在倫敦的豐友 可能明天就去戒約了 明天禮拜六可以開啦 下禮拜一吧 對對對 我那時候可以結束 我還蠻感謝我的小老闆的 他現在還還在任教嗎 還在任教 不過他年紀也是很大啦 六十幾歲了 他當年說 欸他這個他說 他就跟我 他就很放心跟我說 他說你回去 你一定跟我 你回去 他說我viva 然後他跟我說 欸那你回去工作 趕快去救援 對 他說這些小事就交給我 哇 對 好感人喔 他就幫我送啊 雜事他做了很多耶 對他還跟我說 欸最後你會拿到證書 就寄到台灣給你 對我還蠻感謝他的啊 幫我很多忙 是是 所以我們今天豐友 都是聽到我們這個倫敦大學 醫學院的博士 所以這個很快就拿到了 真的很強 你的程度真的很高 沒有沒有沒有 就說我們一般都要念三年 嗯 念三年做完研究 那時間到後 我就可以回來工作 嗯 然後之後再過半年再回 再就是再坐飛機回去做口試 然後口試他就找三個就是委員 嗯 然後通過那個就OK了 就OK了 就OK了 對 感謝倫敦大學 然後讓研醫師趕快回來 OK 我們現在講到那個茶 茶包的問題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開直播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以前的茶包 大概就是例如是棉紙的對不對 不知道為什麼後來開始就是會有一些塑膠 那我以為那個塑膠是食用玉米 有一種塑膠是食用澱粉是不是 對 看起來也是很像是塑膠質感 可是他會講說這個是食用玉米 什麼食用澱粉之類的 但是現在有很多他就是塑膠茶包 對 然後大家又開始忙著要去化驗說 這個報告不知道從哪一邊出來的 就是說一個茶包會吐出 釋放出來不是吐出 又不是珍珠 對 會釋出數十億顆塑膠微粒 對 對這個這個是嚇死人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在市面上 比如說你在台北 嗯 你在國內買到一些茶包的話 就說大家說其實很多老人家在泡茶 他們都想說用茶葉這樣來泡 感覺比較有味道 茶包是懶人 對 方便 然後很多上班族都想說 欸我這樣帶著茶葉不方便啊 鮮老啦 對 最重要是看起來很老 對 不方便 大家大概都想說 我要不要說我就帶茶包 對 就帶茶包 然後我就帶到 帶到醫院 喝到保溫杯 然後一天就是用兩三個 對 這樣子 然後我們市面上茶包 其實它有分為兩大類 所以有一大類是用紙做的紙茶包 紙的 然後有一大類是塑膠類的 對 然後一般上像這個研究 剛剛你說說這個研究 其實是加拿大他們做的一個研究 他們就說欸在加拿大的話 其實那個茶包 其實紙的茶包 欸它就比較便宜 然後可是塑膠茶包 它就比較貴 為什麼呢 這是成本的關係 還是說看起來 對 沒有成本就是說 他說紙的茶包 如果是紙的 就賣的價格在加拿大比較便宜 然後可是塑膠茶包 有立體三角形的 對 對 對 看起來就會比較貴 然後加拿大他們的學者 他們就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現在大家都討論到什麼塑膠微粒 那他說我們今天就來做個研究 我就把加拿大 塑膠茶包 比較有名的茶包 塑膠茶包 嗯 他從四家店裡面 他就買了一些塑膠茶包 然後他說這些塑膠茶包 有一些塑膠材質是尼龍的 然後有一些是PET的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瓶裝水 我們的礦泉水 PET 就是我們環保回溯材質一號的 對 他就來做研究 好 所以他掉了四家是 對對對 那我們再繼續 我講太長了 沒有 我們來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要講很清楚 對對對 是加拿大 對 他一開始是不是只想研究消費心理 為什麼塑膠的賣比較貴 對 他這個是很 他就把那個塑膠茶包 他不能現在講 待會光 會講 要問那個 有發問 好 請說 結論是他不知道哪一種茶包 才比較能買 好 那待會醫生再講一下 對 我相信研醫師會叫大家喝茶葉 對 現在喝水 現在喝水 他都喝水 我的不是茶包 我特別要講我的是 粉末 對 鋁箔粉末包 你總不會喝鋁箔吧 其實那個研究還蠻特別的 那個真的對我們的警告 警惕性很大 沒錯沒錯 還有發票的那個紙 現在列印出來的發票紙有雙分A嗎 對對有啊 對還是 因為那都是感應紙 它就是營印紙 它是熱感應的 像傳針紙啊 發票紙啊 比如你去7-11 它給你發票 電子發票 就是說你摸到貨 要洗手才能吃東西 不要馬上 不然會就把雙分A把它吃下肚 對 尤其是說對老人家 對小孩子還有應付最不好 對 你摸了發票要洗手 對對對 不要揉眼睛 結果去便利商店買一包餅乾 你看 不能馬上打開 不是 有很多人喔 摸了發票以後會一直揉眼睛 因為想說到底有沒有中獎 你知道 看清楚一點一直看一看 結果就瞎了 對 什麼啊 對啊 所以就是你請大家記得一定要摸了發票 或者影印紙 熱感應的對不對 熱感應紙類的東西 不管是什麼 你都要洗手 對沒錯 那請問一下醫師 有上次人家不是問你說報紙墊著烤肉啊 或者是說吃很好用 報紙都很好用 因為報紙是萬能的嘛 那那個報紙的油墨它會飛嗎 還是說只是沾著 它會不會飛 它不是飛嗎 飛是不會吧 對對對 所以我們只要不要吃那個報紙上掉下的肉 對對對 因為你說用報 以前大家還會拿報紙來包食物 對包便當 現在已經沒有人不敢 不敢這樣做了 包豬肉 因為那個就是 不是食用的油墨啊 對 像 油墨可以食用的嗎 有一些像 像有一些這種 像這種杯子的油墨 都是那個食用的油墨 好安全的 對 因為我們 我們杯子 會一個疊一個 對對對 所以你這邊會碰到另外一個人 它會接觸 對 工業用的就不行 對 都是用食用油墨 所以說你報紙的油墨不是會飛 而是掉在上面的東西就不要再吃了 對 不要那麼水 好 我們來繼續講那個塑膠 茶包兩種 對 加拿大 回來加拿大 三秒 回來囉 你喝的茶包 塑料 茶包你每天會喝到素食一顆 塑膠微粒嗎 好 我們的研醫師現在有直播同步 那 研醫師你剛才說加拿大做的研究嗎 對 為什麼塑膠的貴 對 沒錯 因為他就看到說在加拿大那邊 其實茶包如果用塑膠茶包 對 價格比較貴 所以他們加拿大學者就特別來做這個研究 他從四家的店舖 挑出來 就隨便挑選 然後買一些塑膠茶包 然後這個茶包材質 那塑膠 有一些是尼龍的 有一些是PET 就我們寶特瓶那個材質的 然後他就模擬了 我就放了九十幾度的熱水 然後這樣泡個一陣子 那結果說你不管哪個材質的塑膠 假如是塑膠茶包 他就會跑出 會融出塑膠微粒 然後而且有一些塑膠微粒 那要幾度醫生要幾度 他是模擬說九十幾度 九十幾度 九十六度 然後就是融出塑膠微粒 然後他 所以他們下結論 他們還做一個研究 他說他把融出那個塑膠微粒那個水 拿來泡在一些水澡 冷了以後泡水澡是不是 融出還有數十億顆微粒的茶湯 茶湯 因為水澡算是無脊椎的動物 然後就看到水澡不會死亡 可是他的行動能力行為就異常了 對就怪怪的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水澡怎麼怪啊 對他們是在實驗室做了 好想知道 所以說他們就認為 最後結論說 我們在泡塑膠茶包熱水 的確會融出塑膠微粒 影響了水澡的行動 對 可是他認為說沒有毒性 沒有毒啊 對他就 因為其實我們世界衛生組織 他之前也在他官方網站講說 塑膠微粒在我們飲用水裡面 也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都知道他這個問題很嚴重 只是到目前沒有任何的醫學研究 來證明說 他對人的健康是有害的 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研究的案例不夠多 或者研究的時間太短還沒有看出人類怪異的行為 對很有可能 對的 其實我們大家就說 那加拿大的科學家他們認為說 這個問題是蠻嚴重的 因為其實我們全世界我們都要用塑膠茶包 而且它是合法的啊 然後的確會融出塑膠微粒 可是他們結論還是認為說 融出我們會喝到 可是你說喝到我們人體會不會吸收 吸收後到有多少百分比 會跑在我們人的器官當中 對 長久有沒有健康危害 目前還不知道 這個資訊非常有限 可是他們認為說 目前沒辦法證明他們對人的健康有害 那如果今天是茶包是遇到熱融出這麼多 對不對 那瓶裝水會不會融出塑膠微粒 有可能啊 它是冷的 對之前國外研究也說啊 就是我們瓶裝水 其實用PET材質也會融出塑膠微粒 對所以他們就 可是世界衛生組織 他們每次都講同一句話 可以融出塑膠微粒 沒有顯著的證據證明說 有害 對 對 不過這代表我們就是說 所以你看喔 如果說 我想說我們在國內 比如我們在台灣 其實很多上班族 或很多 也也是喜歡用茶包啊 對 然後有時候我們用紙的茶包 紙的呢 有時候我們用塑膠茶包 就說用紙的茶包 有時候前陣子大家有很多網友討論到 紙的茶包會不會有濕腔氣的問題 可是後來我們的衛生衛福部 他有做了一個研究了 他說的確是不會有什麼危害 然後大家就比較放心 然後現在又說 國外研究說塑膠茶包 會融出塑膠微粒 所以說你看我們一般人 我們要怎麼面對 我們要怎麼喝茶呢 資訊也不同意耶 對啊沒錯 所以說其實如果大家很擔心的話 其實世界衛生他說沒有危害 那可是大家如果還是擔心塑膠微粒的危害 其實就可以不妨說 我們泡茶的話 就那個泡茶器啦 直接用茶葉來泡就好了 也不要用紙的 也不要用塑膠的 就是麻煩嘛 那如果說我們這樣子好了 他裝在塑膠的那個三角 三角的茶袋裡面對不對 我們泡的時候把它剪開了 那個這個微粒應該就沒有付出了吧 就沒有了 對沒錯 剪開啊 再把茶葉倒進去好了 對 不過就是你要特別的泡茶去啦 不然說你沒有利掉就喝到茶葉 對 所以應該還是對 如果自備泡茶去也不錯 因為以前是這樣講 大家說為什麼會茶包 反而茶包是劣質的茶 因為他其實是第一次篩檢 剩下一些比較碎的茶對不對 才變成是茶包用 他就必須要裝著 因為他可能茶葉都不完整了 所以他就是碎碎的 但是現在有很多不見的 他可能就是很好的茶 所以他變成立體茶包了 對對對 就是讓他伸展開 所以就一定要大的空間 就做了很多奇形怪狀的包裝袋 所以那你剛才說 如果是喝茶葉對不對 我們要擔心這個農藥 要不要洗啊 台灣的農藥是合法的好了 要不要洗掉 應該說我們 我們的一些農藥 農會目前公告合法農藥有400多種 對就說如果說 我們不管是喝什麼水果或茶 這時候我們的農民 就按照主管機關的規範來 合法使用 合法農藥 只要是合法的 就說在那個範圍下 就應該就OK了 不過如果說 因為大家說 如果說大民眾 有很多人都習慣擔心說 會有農藥 我想就第一泡就不要喝了 對 把一些什麼水溶性農藥 可以把它泡掉 對 可能大家 那他會覺得說第一泡是不是茶葉的多分 茶葉的最多 是嗎 沒錯 我聽過這個說法 那有些泡茶專家 他認為說 第一泡最香啊 那有一些好處 不過就是說 變成兩難啊 如果你很擔心的話 就是第一泡就沖掉 那第二泡再喝也OK了 可是我問過那個茶農啊 兩岸的茶農 我就問他們說 那到底我們第一泡要不要洗啊 他說他會洗 他說洗茶葉不是洗農藥 他說農藥也洗不掉 他說洗的是茶葉上的灰塵 對 對 他說其實沖石沖茶層 那第一泡比較營養 我覺得他不是母乳啦 也不是說出乳才比較營養嗎 所以茶葉應該第一泡最好安全起見 他說他們是把現在空氣中有很多微塵 對不對 他洗是把那個塵洗掉 這不錯 好就喝茶 醫生的是喝茶 你喝茶嗎醫生 有啊有啊有 我們該泡給你的這泡茶是安全的 因為他是抹茶是茶粉 他已經研磨了 沒有給你用任何茶包 那個加拿大研究應該他主要表達一個 表達一個想法 就是說其實我們民眾大家都用塑膠類的製品太多了 太多了 那就把它泡在很多地方 所以說有時候你看到說飲用水裡面有茶 那之前我們還看一個新聞說我們的淡菜 對 淡菜有點像貝殼的那個叫淡菜 淡菜的話其實在對西方人來說 他們喜歡用淡菜來什麼蒸 然後在在pop裡面他下酒 很多洋人都很喜歡吃啊 所以可淡菜他就會吸 他就算是類似我們的青豆腐 他會吸一些東西 然後之前國外研究說淡菜才會吸那個塑膠微粒 然後搞不好我們的海中 我們的水鹽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塑膠微粒 也會被淡菜吸進去 然後之前國外研究也說 哇那只有淡菜既然有塑膠微粒 那我們去吃淡菜 有沒有可能我們就吃到這種同樣的塑膠微粒 整口塑膠 對 因為他沒有排掉啊 對 不管怎麼講 他一定會保留在他的體內對不對 沒錯 可是目前是沒辦法證明他危害 這也很難證明 因為他可能要一個實驗體 是你一天吃幾公斤的還有微粒的淡菜 我們不可能去做那個研究 吃到那個你也不是因為微粒死 是因為膽固醇過高掛了 對淡菜 有一年台灣的時候說沿海的重金屬污染太嚴重 叫我們所有的貝殼 甲殼類的那種什麼貝殼都不要吃 他說因為那時候的水污染很嚴重 所以他不會死喔 那些貝殼都不會死 可是 對沒錯 你吃下去就會吃到他的污染物對不對 就像我們以前在粒牡蠣事件 喔 粒牡蠣 對 那是還有西施蛇 你記不記得 西施蛇 那牡蠣都是綠色的 然後後來材家裡面有銅 對 銅啊 那銅是怎麼來的呢 沒有就是污染啊 就是金屬污染的那個銅嗎 工業其實是污染 環境污染 然後就被牡蠣 那就變成粒牡蠣事件 對 那現在還會有嗎 我們有常常 不過很多民眾看綠色牡蠣 我們都不敢吃啊 牡蠣哪裡綠啊 肚肚子 牡蠣應該不會綠啊 正常不會綠啊 會綠就代表有問題啊 我們是沒有看過綠色的 所以我們吃的應該都是 不會不會 我們不會綠色啊 不會不會啊 我們吃的鵝啊 不是牡蠣嗎 不會綠啊 會綠就是有問題啊 因為你吃蚵仔煎 有一顆是綠色 它的綠就是我們看到的綠嗎 還是說只是灰灰的 沒有就是綠色的啊 就是綠色的啊 就是綠色的啊 對像這個綠色 對綠色的 孔雀蛇也是綠的啊 對的就是要注意就是說 孔雀蛤啦 孔雀蛤是不是 孔雀蛤 對孔雀蛤 也是綠 那會不會因為他們吃的 牡蠣 牠的殼是綠的 但是它裡面也有綠的 我看過綠的啊 就是它有一個部分的 好像兩邊邊是綠的 那個地方 對啊 所以一般上我說牡蠣的話 那蠣牡蠣 它目前那個問題還是有 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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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吃 對 持續對不對 持續還是沒辦法 可是當地民眾都不敢吃啦 都不敢吃 都賣給北部民眾 不會啦 都不敢吃啦 都不敢吃啦 其實政府都 你醫師還講的話 醫師還是活在台灣 每天還是活在我們 跟我們呼吸一樣的空氣啊 對啊 喝一樣的水對不對 你喝瓶瓡水嗎 還是會啊 當然會 有時候你在外面 請問一下醫師 那玻璃的話 人家說玻璃的容器是含鉛 那塑膠的容器 也是PE 那我們要喝玻璃容器的水 因為比較貴嘛 對對對 會比較 到底要喝哪一種 玻璃安全還是塑膠 PET 玻璃這樣比較安全 我們剛才在工商服務的時候 我在問醫師 因為像我是喝瓶瓡水的人 就是不太喝一般燒的水的 所以我可能已經變成是洞鈴了 因為我全身體內都維持著矽膠 所以有時候我臉部表情 如果有塑膠感不能怪我 那是因為我喝了很多塑膠為例 所以如果今天我喝水 像我 因為有些人很討厭喝開水嘛 對對對 所以我都是喝氣泡水 上次有問過 氣泡是 對 不是零對不對 它是加了二 打那個二氧化碳 對 它如果是塑膠跟玻璃瓶的話 哪一個容器安全 對 其實我會建議塑膠或磁器最安全 因為它比較穩定啊 塑膠反而穩定 玻璃或玻璃吧 塑膠啦 就說應該玻璃或磁器比較穩定 對比較穩定 對啊塑膠類比較不穩定 就是說 磁器 比如說如果說耐高溫的話 當然說玻璃或磁器比較耐高溫 對 像一般我們塑膠材質其實分很多種 嗯 所以我們政府它把分為七種啊 嗯 有個三角形有個阿拉伯數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對對那個代號碼對不對 對那個號碼 就是我們其實我們叫塑膠回收的編號 其實大家常在說啦 其實最安全最耐高溫是什麼 就是五號 五號就是PP啊 不過PP其實它耐高溫就是一百二一百三 可是你看其實我們的磁器我們的玻璃 其實還是比較耐高溫 所以其實對我們消費者而言 其實最好的話 還是用建用玻璃或磁器比較好 比較安全 對那比如說我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其實我們要裝什麼熱水 裝什麼 我還是用磁器啊用玻璃會比較好 啊啊啊啊 就是說在家裡你就盡量少用塑膠啊 你不一定要用塑膠容器 對我覺得就不好 然後有時候在家裡有時候會用塑膠 是因為擔心小孩子會打破 嗯 對那有人就想說我用美奈米的用什麼的 不過其實最好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用玻璃或磁器比較好 嗯嗯嗯對 那我們現在講到那個下一個 剛剛醫生不是在講蛋菜海鮮對不對 海鮮還沒講完喔 因為台灣的 因為我們有工業的地方 有海的地方 其實都會擔心污染排放重金屬啊 所以有的人說不要吃深海魚啊 因為深海魚活得很久 體內累積的重金屬更多 那有人說淡水魚 可是淡水魚其實它離污染源更近耶 所以到底是清澈的大海比較安全 還是我們門口家門前的小溪比較安全 裡面的那個生物 對的 我想應該說應該兩種都是可以吃的 就是要靠政府幫我們把關 就是要政府會把關 像我們才說深海大魚 像什麼金魚沙魚奇魚尾魚 對像這個話深海大魚 其實它在海洋裡面活了蠻久的時間 搞不好它壽命是十年二十年 所以萬一海洋有污染的話 我們就說這種深海大魚 它體內可能甲雞 甲雞拱容度就蠻高的 就是拱 所以大家就想說 我們要吃魚 最好吃巴掌大小魚 結果我們把手掌拿出來 看到頭跟尾巴 就是巴掌大小的最好 所以深海大魚 那這只有小魚啦 對小魚會比較好 那比如說我們的養殖魚淡水魚的話 就說大家有時候會擔心污染 可是只要是我們政府有在罷關 大家就不用擔心 所以應該這樣說啦 不管是深海大魚 不管是海魚或淡水魚 都是可以吃的啦 只要就是要靠我們政府 還有業者他們在罷關 嗯哼 因為我們也看不到 因為那個魚肉切下來都很新鮮 我們也不覺得它有拱 沒錯 因為沒看過拱啊 所以說我們也不知道拱的含量到底在哪裡 對像深海大魚的話 像有時候我們在去吃那個深魚片 其實都是深海大魚 就說應該是深海大魚是可以吃 這不能過量吃啦 對就是不能過量吃 好那在我們這幾年也訪問過醫生的時候 醫生有說過 就是如果說我們覺得體內很多毒素的時候 就多吃綠色蔬果對不對 對沒錯 就是排毒 大量的維他命C嘛 那有機的蔬菜 對 它需不需要清洗 對應該還是要清洗啦 就是說我想有機的蔬果 不管是有機的蔬菜跟水果 它好處就是說 農民在種植當中 它就把那個小環境把它照顧得很好 它就沒有用農藥 對 就是說不過我們真正要吃的時候還是要清洗啊 不管是有機的蔬菜跟水果 它價格當然就比較貴 因為它沒有用農藥把環境弄得比較好 可是你回來還是清洗以後再吃也比較安心 好那我們要吃真的蔬菜咬得到纖維的排毒好 還是比較懶就是喝果汁 對 它的排毒功能有嗎 果汁 蔬果汁 對 直接吃會比較好 對 其實水果如果你要吃的話 我是建議直接吃啊 就我們直接吃用嘴巴這樣咬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像我們喝的那種 因為比較懶嘛 例如說你會看到外面都會賣那種蔬菜 打跟什麼奇異果啊 蘋果啊 然後它都會寫排毒 對 鳳梨啊 打在一起啊 所以說它的果汁 它是喝下去就好像變成 上廁所就拉掉了 還是說它也多少會可以有那種排毒 還是有好處啊 就是說我們都說我們人體的話 我們人體如果說我們每天都會吃下一些東西 我們會代謝產生一些化學物質 嗯 像一般是什麼脂溶性的東西 它經過我們腸胃道從糞件把它排掉 脂溶性的 對 那有些是水溶性的 它就經過我們的腎臟從尿一種把它排掉 所以說你要排掉那個水溶性的一些毒物 就是要靠多喝百開水 那可是如果說你要排掉脂溶性的一些毒物的話 就多吃一些新鮮蔬菜跟水果 尤其是高纖維的蔬果最有效 它就可以把脂溶性毒物從腸胃道從糞便排掉 天啊我們毒物還吃了兩種耶 我們還不是只吃一種耶 我們還同時吃了水溶性毒物跟脂溶性毒物都吃了 所以乾脆就是多喝水跟多吃蔬菜水果對不對 就是把它排毒掉就對了 那如果說像我們常常會說我們最近 你看以前的人不會覺得失智很嚴重對不對 可能是因為現在因為以前人們活那麼久 所以可能現在因為可能是活的延長寿命可以都到八 我們女生已經到八十一歲吧台灣 平均喔比男生又更久的話 那你到了這麼老以後有人說這是退化 可是有人說失智會有可能提前這些都是因為跟你的食物有關係 那失智有預防的可能嗎 對因為其實應該這樣說啦 其實失智的話老年失智化或老年吃丹 阿斯海默症化其實會產生一些失智症 應該說是多重原因的啦 跟體質啊跟外來環境跟一些什麼污染都很有關係 多重原因的 多重原因的 待會回來 因為現在很多就是說 你是因為這麼老啦 對 本來就是老了就是衰退了 因為以前的人沒有活那麼老嘛 對 可是後來講說不對是因為你 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會造成 有些是大腦神經退化 然後有一些是毒物 有一些是重金屬 哦毒物 待會再要講血了 血了 你就問我說 對 有沒有可能是重金屬 某人的體檢報告就給他亮出來 這樣子 不會不會 就是 對 就是那個血 血 待會兒講說你的重金屬 中毒的話 會有舉例啊 說鉛啊 對 會表現怎麼樣 這樣鉛是多元化的啊 也可能會有神經病便 我會貧血 腎功能不好 高血壓 糖尿 高血壓 痛風也都會 為什麼醫生 台灣洗腎的人 好 洗腎的人 對不對 前一陣子還講說 新聞報導說 我們的洗腎會這麼多 都是因為外食質 上次我來的時候 我們就說八萬了 對對對 待會要講到 就是你吃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排不掉的 那或者說你來不及排 因為大家便秘 所以來不及排 有可能嗎 來不及排 那如果說你每天都排的人 對 是不是比較不容易累積毒素呢 對 就是說如果每天有上大號的話 當然說 就可以把紫容性的毒物把它排掉了 嗯 就是我們說多喝水 多吃一些新鮮蔬果是好的 不過這跟洗腎應該是兩回事了 完全沒關係 對 不是直接關係的 對 不是不是直接關係 那你上次來的時候 你說你的洗腎病人的時候 對 人口是八萬五 結果現在是 是九萬喔 我們再加這麼快 所以我們人口還是什麼一樣 為什麼我們都不曉得 對啊對啊 所以那我們要投資 洗腎相關的股票啊 就可以了 是啊 沒有這種股票吧 有 耗材 台灣洗腎耗材有一家 做得很大 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洗腎耗材 都是用它的 啊真的喔 哪一家吧 Vecinius 不能講 真的喔 耿嚇私下再講 就是說洗腎耗材其實都是用它們的 對啊 應該說現在洗腎人口越來越多 主要還是糖尿病關係 大部分 對啊 我記得醫生講說主要是糖尿病 一半以上都糖尿病 對不對 糖尿病是血液中看得出來嗎 對可以啊可以啊抽血就可以知道 對啊如果血糖控制不好 血糖就高 血液中的菌薯 對對對 最後一段喔 好 要說到你自己體內中含有什麼毒素對不對 醫生大家都說深海的魚類對不對 可是鯨魚壽命很長耶 只要他不要一直吃塑膠袋 其實鯨魚是很長瘦的 就算說他今天吃了很多 體內含有公對不對 鯨魚還是很長瘦的 可是我們很少去驗我們人類體內含有什麼毒素 你只會去健檢 對 那血液中可以看得出你含有什麼樣的重金屬 或者什麼毒素 血液中因為驗血是基本的嘛 對 因為我最近看了韓劇那個醫學的實在太好看 所以我要問一下醫生 就是說血中影響就是會有看得出你有什麼重金屬啊 或者是金屬中毒啊 對對對 沒錯因為其實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像我們一般去做健檢 對健檢 因為他又做了抽血驗尿X光片槽 基本的 對那是基本而已 可是如果說民眾沒有跟醫師要求說 我健檢要做血液中的重金屬 他就不會他就不會幫你驗喔 他算是額外的外加的啦 所以說如果一般我們做健康檢查 我只做基本的話就是肝功能腎功能啊 還有尿液有沒有蛋白的尿有沒有血尿 還有X光片 還有甚至超音波做肝臟超音波 他並不會驗重金屬 除非說民眾自己做健檢的時候跟醫生說 你幫我驗一下血液中有沒有鉛 有沒有聲有沒有弓有沒有怎麼樣 那醫生才幫你驗 對你要自己因為那個是比較少見的檢驗 稀有元素 可是驗得出來嗎 可以驗得出來啊 對啊我就化學元素表裡面有很多那種 很奇特的 就是因為我們看過一些報導 其實是查了很久查不出來 最後才發覺說原來他是重金屬重毒 對不對 所以其實驗血你可以特別跟醫生說 你需要什麼 那因為有很多人會覺得說他可能覺得感覺很疲勞 然後可能會從你的日常生活開始研究研究研究 有可能 所以血液中重金屬中毒最容易表現出來的徵兆是什麼 例如說千中毒 猛中毒 猛也可能 對不對 還有地還有身對不對 對啊 像像千中毒 就說千中毒他症狀是多元化的 有些人猛中毒就是貧血啊 就是大腦退化疾病 然後左路不穩啊 手腳無力 高下腎功能異常 高血壓 痛風 所以牽中毒的症狀是多元化的 對表現出很多症狀 對表現很多症狀 所以你一定要抽血才知道 像猛的話 就是說有類似什麼巴金森士症候群 大腦神經退化疾病 所以說一般上都是這樣子 所以有些民眾像我在看診所 他本身比如說工作當中接觸到這東西 他直接來我們診所 醫生你幫我驗這個 我們才會知道 所以一般上我們會找一些蛛絲麻跡 比如說有沒有吃來路民的草藥 然後有沒有時候說工作當中用到磨胸嚴肅 對 有些是工作當中他每天都用到 他會知道啊 對 那如果說他自己懷疑說他最近很疲倦 對不對 然後手腳冰冷無力啊 然後失眠啊 注意力不集中啊 對 醫生會建議他血液中去驗血的時候 應該特別強調說你要多驗哪一些的功能嗎 沒錯 像我們在醫驗在長根驗 我們也可以驗 就是現在很多 因為不只長根 包括長根台大榮種很多醫驗 還有外面健診中心 他都可以驗尿液啦 比如說收集一管尿液 就可以驗十幾種的一些有毒的金属 我覺得那個有幫助啦 那個有時候就可以幫助你來做 初步來篩選說 到底有沒有重金屬的污染 對 現在很多醫院都可以啊 很多大醫院 只要你到見診的時候 你去跟醫生說 你要驗尿液中的 剛開始我們先不要抽血 因為抽血畢竟會痛啊 就驗尿液 你就可以知道有沒有重金屬 可是你的尿是因為一直在排泄掉的對不對 對 會不會說你剛好有重金屬的已經尿完了 你現在尿的這個就是沒有重金屬的呢 就是說因為我們尿液中如果有看到重金屬的濃度高 就代表說他體內血液中比較高 有殘留對不對 然後用到尿液中有就趕快再驗血 然後再找方向說到底哪 所以我們這樣子也可以抓到很多重金屬中毒的案例 重金屬中毒啊 蠻多的蠻多的 台灣多不多呢這些案例 有啦 有可是說就是剛像主持所說的 他症狀不明顯 對 有時候就覺得累啊 手腳會麻 那這樣子好 醫生你剛才是建議就是說 我們一次去驗 直接告訴醫生說 你給我驗這雌相重金屬 有沒有殘留在血液 對 這樣子會不會節省很多物疹的狀況 有些人是因為他就 因為有些是 比如吃了一些什麼來路不明顯的草藥啊 有人是工作接觸到 那有些是說 欸我住家旁邊有些污染源啊 嗯嗯嗯 對那就擔心啊 有人擔心說 欸水源污染到 對就是一般都是有個原因的 才來門診給我們驗 我遇過一個農夫啊 他就說他們在住在那個鄉下田園嘛 然後在因為他是盆地的地形 然後他就說 我說哇你們這裡空氣很好 他說空氣好 他噴藥的時候你就知道啊 他就說很多大量的時候 因為他那個風反而沒有來的時候 在夏季的時候 在噴農藥的時候 不要去深呼吸 他說你不要以為說 鄉下每個地方空氣都是很新鮮純淨自然 有時候人家在噴農藥的時候 你反而是大量的密集吸收到 那個空氣中含有一些 沒錯 不好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就要避開啦 就是說在噴農藥的時候 而且其實我們政府有要求說 農藥只能用在農地啦 像公園啊什麼花園都不能用農藥 我覺得這種政策是好的 農地對啊 因為他現在就是農社就是VILA 所以我們不就是處在農社嗎 所以噴藥的時候還是要避開一下 好這個是題外的啊 就是說去的時候最好避開他噴農藥的那幾個季節 他也不是每天噴的嘛 那醫師如果是說像 表現在腦部的重金屬的影響 最大的是哪一類的 其實應該蠻多都會 像我們剛剛提到猛啊 如果慢性比如工作當中接觸到猛 哪一種工作會接觸到猛 有些會啊 有些金屬啊 就會有可能 對很多就是很多會接觸到 他們都會知道啦 所以就知道說 欸猛的話也會引起類似 巴金森是症候群 大腦神經退化疾病也會啊 所以像牽也是一樣啊 你看牽中毒 然後有時候誘兒小朋友也表現出什麼 助力不集中啊過動兒啊自閉症 那些都會啊 會誘發嗎 就是說他會加重啦 然後他本身也是跟那個有相關 所以很多國外研究都說 欸如果有時候小朋友他有一些過動兒 有一些神經邪怪怪症狀 對 他們就會驗 驗看血液中到千隆度有沒有高 那如果有高 我們就給他吃解毒劑 欸那就會改善 所以很多重金屬的污染 其實你診斷出來後 是有藥物可以治療的 嗯嗯對 所以這個還是就是你的住的環境 也要跟醫生講一下齁 沒錯 你是不是住在工業區 哪一種工業 對如果是金屬工業密集集中的地方的話 多少都會有影響 對像有一些是地下水 像剛剛有提 有時候比如說像生 無機生的污染 嗯我們還記得說在台灣 很很久以前啊在南部 嗯 烏角病地區 嗯嗯 地下水有無機生污染 嗯 所以民眾不想誤嚇到 哪也產生什麼烏角病啊 哪很多民眾也得到癌症啊 嗯 器官都變不好 嗯 所以說像地下水就可能會有無機生污染 所以環境很重要 水鹽還有一些來入不明的藥物啊 來入不明的草藥 嗯 還有工作環境 對都會了 嗯 所以說像我在看診的時候 有時候民眾來他懷疑重金屬污染 我都會問的很久 問的很仔細 喔 包括他職業我要問喔 喔 對對對 然後旁邊住家環境 還有水鹽是不是地下水 還是自來水 自來水我們就比較放心 因為自來水 我們水公司他負責把關 幫我們篩形 喔喔喔 對 好我們這個還有很多問題喔 謝謝醫生我們下次再討論喔 就是你住的地方三泉三泉有沒有污染到 會不會很多人會講 謝謝醫師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喔沒講完耶 祝大家身體健康OK 真的只能祝大家身體健康 這點很重要記得 你如果懷疑你有任何病的話 驗血的時候跟醫生說一聲 麻煩幫我驗一下有沒有重金屬重毒 對不對 就是你可能會注意力不集中 這個就是有問題 那其實第一個該驗的不就是我嗎 好是拜拜拜拜 謝謝醫師謝謝 謝謝 感謝感謝